近日电影《临终窘事》最新曝光一组剧照 主演鲍贝尔和詹瑞文以窘组合的形式全新亮相 剧中95%的场景都发生在一座殡仪馆内 剧中鲍贝尔饰演的是一位山里到殡仪馆工作的孩子 其次是这个人不能乐 其实在我的世界里每天都是嘻嘻哈哈的 鲍贝尔在剧中饰演的角色不能笑 对他这个整天嘻嘻哈哈的人来说真是件难事 这个角色快乐的时候要如何表演 自己也没把握这个角色到底出来会是什么样 观众会不会喜欢 而剧中另一位演员景岡山却给自己办了场葬礼 人就死了才能知道别人的心里是不是真的有你 那可人要真的死了又怎么能知道 大家的心里是不是有你呢 所以只能假借一个葬礼 拍这部戏又让景岡山碰上了今生 从没想过可能发生的事 我的我的雕像 他们按照这个我的照片给我用铜雕了一个雕像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看到这个自己死的时候的样子 然后一个做了一个面膜 然后去化妆啊 真的挺像的 我自己跟那个躺在那的遗体照了好多照片 然后还发给我很多朋友 大家都吓一跳 一起吧 醒来的 那你要小心点 这有鬼吗 反正晚上十二点之后别到处乱走 万一碰到个老头子什么的就不好啊 十二点现在不就是十二点吗 别打死我 啊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